这个功德利益 应该你如果注意到 本来戒 就是由戒来产生定 由定来产生慧 这个就是利益 戒就是为了亲近 你守了这个戒的 一整天你守了这个戒 或者是几天守了这个戒 七天守了这样子的戒 但是七天里面代表你 深口意亲近 这个就是功德 亲近就是功德 也不能以功德想 如果维摩绝经讲 不能想功德 你就是亲近 深口意亲近 密教就是深口意亲近 口 我那个时候啊 有时候还要敬你 八观再近 是不能讲话的 不可以聊天的 不准聊天 不准说话 不准聊天 这是口亲近 意念亲近 意念亲近 你在做这些 口亲近了以后 你不讲话 不看 不听歌 不跳 不看电视 不看电视 那一整天 什么事都没有 你的念头就清净了 意念就清净了 你没有接规到 你没有接规到什么 大家一起在 做八观 灾界的时候 那你就是 手敬口戒 不说话 口亲近 然后意念 也跟着亲近 身体呢 当然呢 不杀生 不脱盗 不邪淫 不忘礼 不喝酒 也不擦香水 也不 头发呢 就是洗干净就好 也没有整理把头发 不着华曼 那个漂亮的衣服 也不要穿 这是一般的 穿在家 有时候在家修 现在 有在家修行的衣服 跟出家人的衣服 差不多 只是比较宽松 用这个不好色 不好的颜色 一般来讲 都是有一点 灰色的衣服 上衣 灰色的裤子 男女穿的都是一样 那是在 做八观灾界的时候 穿的衣服 也没有穿很漂亮的衣服 没有 没有打扮 没有抹粉 也不用 涂口 什么都没有 不戴假睫毛 不飞食食 大家吃的都是过堂灾 一样的 过堂灾 吃的都是一样 吃素 也没有鱼 没有肉 没有沙山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 身口意清净的功德 莲花军人主教问的 属于